为了各位我们一起看天气 这个星期呢 在今天一开始 老天爷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好 非常舒适的天气 全他各地都有阳光落脸 都是暖哄哄的好天气 那么呢 虽然说今天 又有一个新的台风生成了 是今年的第26号台风 玉土台风 不过现在看起来 他接下来呢 会先朝西北 再北转往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 北转的机会相当的高 所以现在看起来 直接影响了台湾机会 就非常的低了 大家可以不用过于担心 那么呢 在这个星期 整体来说 在礼拜五之前 都是维持比较稳定 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要等到呢 礼拜六封面跟东北风 通过增强之后啊 台湾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才会再度的转成适量的天气 不过其实很快哦 这波水气影响的时间很短 很快的就会通过 礼拜天又会转干放晴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哦 今天台湾各地呢 受到的天气系统影响 其实是没有的 各地都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天气 东北风已经减弱了 转成比较偏东风 所以除了放晴之外呢 气温也很明显的回升了 非常的温暖 那么这样子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呢 至少可以持续到礼拜五 虽然说明天东北风 上升了增强水气 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呢 降雨的机会 还是比较偏低 就只有在东北角 东部地区 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而已 那么真正要有天气比较大的转变呢 就要等到刚刚提过了 礼拜五的入夜之后 礼拜六呢 才会有一波新的 这个封面云系南下 东北风增强 这个时候 北部跟东部地区 才会明显的 转成湿量的天气 但是很快的 礼拜天呢 水气又减少了 可以看到礼拜天台湾附近呢 又转成一个比较偏干 有阳光放晴的好天气了 所以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几天呢 其实降雨的范围 就只有在东北风银方面的 这个北海岸 东部地区 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已哦 降雨的时间都不会太长 大致上都是多云 多云时音 偶尔才会有一些 零星降雨的这种天气形态 那么西半部地区 整体来说 天气非常的好 而且呢 是很温暖 舒服 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大家真的 可以好好的把握了 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明天气晨 西半部地区 都是好天气 那么东半部地区呢 花莲有机会出现 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到了明天白天呢 也是一样 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东半部地区 零星降雨之外 西半部地区 依旧是维持 非常稳定的天气 但是稳定的天气情况之下呢 云渣南高平地区呢 恐怕空气品质 持续的拉紧暴 未来这几天都是如此的 敏感族群 外出就要多加的留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